和平绝对没有输家 可是我也知道 当我在提出我这么多论述的时候 我受到了很多的挑战 第一个 民进党是铺天盖地地对我扣帽子 说张亚忠当选以后 就会亡党 各位我听了这句话 我毛骨悚然 我毛骨悚然 我当听到国民党也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也是毛骨悚然 好像烤鸡风波 又演了一次样子 各位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不是谁指派的 是党员一票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假如我得到的多数 为什么会亡党呢 怎么可能呢 还有的人说 我是级统 我是武统 我请问一下 真正的武统派 真正的级统派是民进党啊 民进党还是真正的武统派 真正的级统派 因为按他们这样子搞下去 中国国民党可能就完蛋 中华民国也完蛋了 我怎么会试呢 我怎么会试呢 我提出解决敌对状态 创造了两岸和平的方案 我怎么会是武统派 我怎么会是极统派呢 说我搞极端 说我是非常极端 我哪一点极端啊 我要结束和平状态 和平结束敌对状态 走向和平 这叫极端吗 我要弘扬中华文化 凤强孙中山的思想 这叫极端吗 我要打击民进党 这叫极端吗 我也许是非常积极啊 但是不是极端啊 还有更可怕的说 张老师 你的知识的都是深蓝的 如果当选以后 深蓝就代表国民党分裂了 各位 会这样子吗 每次选举的时候 不是拜托这些 所谓深蓝的 寒泪寒恨寒血投票吗 今天竟然深蓝要支持张亚中 就说张亚中会分裂中国国民党 我相信在座的朱前主席 江前主席 卓前院长 他们不会想分裂中国国民党啊 就算我张亚中当选 他们也会第一个站出来说 我们绝对支持啊 什么会分裂中国国民党呢 各位你要知道 推动一个两岸和平不容易啊 民进党想办法在里面添沙子 我们国民党现在为了选举 也在里面不断的掺食指啊 各位推动和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台湾困难 你看看民进党会反对 他说如果张老师要推动和平备忘录 他说违反了两岸关系条例 他现在恐吓的方法对付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民进党最害怕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我做成了以后两岸走向和平 民进党的恐中仇中恨中就没办法操作了 各位这件事的确不容易啊 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我张亚中是民进党最怕的 所以最后的一个礼拜 我跟各位保证 民进党会用他铺天盖起所有的力量 来制造我的谣言 制造大家的亡国感亡党馆 各位绝对不要相信 你们要勇敢的站出来 当然我也希望我们党内的同志 真正要了解 这一场的党主义选举 不是一个大风吹 换人做做看而已 而是一个中国国民党 他真正是不是重新 可以找回他的理念 用理念去对抗民进党 用理念去把民进党的根 给他给抛了 各位这是我们太重要的 一次国民党的发展